人类一直在寻找着智慧生命 但是过了这么久 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具体的证据 即使现实是如此 我们却不轻言放弃 而且不断地在思考着 选择合适生存行星的新标准 就在最近 子子不倦的科学家们 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一个如同戴森球一样宏伟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的想法 并不是要将恒星困在巨型的结构里面 主要的概念是要完全性地改变行星的轨道 这里是TopChem频道 接下来我们就会更详细地向各位介绍一切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看不见的文明 如果你对寻找外星生命或科幻题材感兴趣的话 很有可能听说过费米悖论这个词 悖论的内容是阐述对地外生命认知的矛盾 人类是如何才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呢 这至少可以追溯到30万年前 开始懂得使用文字的时间 最少也是在5000年前 但我们开始积极地寻找拥有人类智慧的伙伴 则是在最近的100年左右 虽然已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段日子 但我们都还没有发现外星智慧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 一般来说 所有关于古代航天员理论的猜测 都是基于虚假的信息和对数据源的偏见解释 其实这个悖论要探讨的本质是 这些智慧生命到底都在哪里 所谓的费米悖论及可能的答案 已经在之前的影片中详细地讨论过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省略不提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参考之前的相关影片 在这次的影片内容里 我们会针对悖论的其中一个答案来探讨事实 也就是我们正在以错误的方式寻找外星智慧生命 其实大多数的智能生命搜寻程序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基本上就是朝着外星人可能居住的地方 发送出讯息或者是监控无线电波 但是各位应该要明白一点 如果没有无线电广播的话 这种做法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 很可能不是把无线电波当成通信的方法 它们所使用的方式 说不定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假设我们从地球发送一个讯息到恒星 当这个讯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地球的地质年代说不定都已经改变了 如果是一直紧盯着某颗行星来寻找文明迹象 好像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好主意 相信各位应该都曾经听说过 从月球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宏伟建筑 万里长城吧 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即使从月球的表面去观测 也看不到地球表面的喜马拉雅山 安地斯山脉 甚至是阿尔卑斯山 即使外星人光临了我们的太阳系 但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地球轨道 没有靠近地球的话 可能也不会意识到 这个地方存在着文明 更不用说 从其他恒星系统看过来了 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吧 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对地球的质量 大小和大气成分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且如果想找到一个 没有进入过外层空间的地方 那里的文明又是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 那更是不可能了 不过如果是21世纪的人类的话 就有可能被外星人发现 如果外星人访问太阳系的内部区域 并用高性能的望远镜观察地球和周围环境 他们说不定能找到人造卫星和一些大城市 然而即使外星人曾经在数千年前访问过地球 他们也需要出现在非常低的地球轨道上 才能意识到智人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 很显然的 寻找和我们相同 甚至是发展阶段更落后的文明会适得其反 不过以另一方面来看 我们难道就无法找到比自己更先进的智慧生命了吗 首先要注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文明的痕迹 未来学家都一致地认为 如果文明已经发展到足够先进的阶段 最终一定可以建造出天文规模的巨型建筑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的话 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会随之增加 而且还需要从某些地方想办法获取 提到巨型结构的话 最著名的例子应该就是戴森球了 这个假想结构所参数的 是用坚固的面板墙壁包裹住整个恒星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秀珍的版本 称为戴森云 它的概念是 大量的小型组件用浓密的云把恒星覆盖起来 无论是戴森球还是戴森云 它们都需要接收到更庞大的能量才行 这个量要比地球从太阳接收的自然能量多好几倍 人类要建造出这样的建筑物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其他的恒星系统中 找到类似的结构呢 很有趣的是 其实我们已经在遥远的宇宙中 发现了可能是戴森球的东西 那是一颗叫做塔比的恒星 它也被称为KICK8462852 位置是在距离地球1400光年的天鹅座 科学家之所以会把焦点放在这颗恒星上 是因为它的亮度变化很不寻常 有别于普通的变星 大多数的科学家仍然认为塔比的异常行为 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清楚 不过在另一方面 有一些科学家也觉得 塔比的行为非常类似被戴森球部分包围住的恒星 最近科学家发表了一篇 关于这个主题的新研究论文 作者在论文中指出 除了那些巨型结构之外 还有另一个可能的指标 能够让我们在宇宙中寻找高度进化的智慧生命 那个指标就是一个整个轨道被移动的行星 那么移动行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那是为了要将行星置于恒星的移居带里面 假设那里有一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也有一颗像地球一样有水和氧气的行星 只不过那颗行星距离主恒星太远 而且非常的寒冷 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应该可以直接移动行星 而不需要经历复杂的外星环境地球化过程 很快的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 行星环境就会变得足够温暖 和地球一样的生命就能够在那里舒适地生活了 如果恒星的移居带内已经有一颗可以居住的行星 那么最好将一颗移动行星的位置 放在与该行星相同的轨道上 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来自恒星的足够能量 实际上这也正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新想法 换句话来说 只要找到共享相同轨道的行星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会自然地发生 正确地来说 即使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 整个系统也会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天体具有足够的质量 那它只需要一点点的作用 就能让至少一颗行星偏离轨道 有时候这很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可怕后果 喜欢天文的观众可能都有听说过 地球在诞生没多久的时候 曾经和一颗大小与火星相当 名叫泰伊亚的行星相撞 根据某一种理论 泰伊亚在一开始 好像就是和地球共享同一个轨道的 然而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不是自然的混沌现象 而是涉及到智慧和复杂计算的话 即使是几颗质量相似的行星 在同一个轨道上 那个结构还是可以保持稳定的状况 而且从计算上来看 据说最多可以将20颗地球大小的行星 塞进同一个轨道上 还有如果一切步骤都有正确进行的话 甚至在数十亿年之间都可以保持稳定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都还没有发现 有多个行星在同一轨道上的恒星系统 即使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远远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 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中 但还是可寻不着 这个状况正好证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自然的条件之下 一个永久轨道上面只能存在一颗行星 如果我们突然发现一些不符合这个规则的状况 不用怀疑 那一定是高度进化的宇宙文明做出来的好事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寻找外星智慧生命和解答费米悖论这两件事 是现代科学里面纠结最久的未解决问题之一 但是说不定明天 我们就会找到智慧生命存在的确切证据 这种事情谁也无法预料的 也有可能会在同一个轨道上发现很多颗行星 不过这样应该又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到底要如何与一个 比我们先进很多的文明进行交流 相信这一定也会是个困难的任务 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一样对太空话题感兴趣 而且想帮忙传播宇宙星知的话 一定要帮忙按个赞 另外也不要忘记在社交网站上 跟你的朋友分享这支影片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拜拜